妄向突發,5月10日第二節,大奇蹟日後的一日 剛才我們先說到,甄畢詩 說到有Lesser Evil,即是說了大馬的東西 我們又發現了,原來有些人說我們垃圾節目 但也有人偷片,垃圾也有人偷的,是不是假賊? 幸好我們有這個人肉24小時監察,定時監察 就發覺有人利用了我們的節目的名字 放了上youtube,想偷我們like 把我們上一集和上一次突發,許智峯事件突發 就放了上去 大家要認定,一定要是升旗易得道來登的,才是正課 做這件事的人 其他人投訴的,絕對是翻版 是黃蟲所為 而且是一個非常下賤的人 因為,老實講 會不會是一個很下賤的頻道做的? 我不知道,不要這樣說 不過我們沒有證據 我們沒有證據 絕對不是他們 他們怎麼會這麼下賤呢? 人家賣大馬拉灣很多錢的 連幾毫子的VIP數都 我們平均6000至1萬 許智峯那一節就20萬 如果這樣算,頂樓就幾萬 幾萬雞你都騙 是不是很下賤? 是啊,真的 大哥,人家是一個大網團 賣大馬鈕 賺整個東西幾百萬幾百萬上落 不會貪我們那幾千 那幾毫子的 老實 不要這樣看小人 是啊,我們都不記得說 其實呢 這次大馬選舉 是由一股來自阿拉丁的神秘力量 希望聯盟贏了 這個阿拉丁的神秘力量 是不是? 已經晉升為世界級了 這位 這位 就是我們 偉大的前任精神領袖 超一元先生 超級K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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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級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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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逆鄉神孫 啊 逆鄉神孫 他快要挑戰到沈大師的地位 是 是 其實呢 其實呢 他所說的都是刊貨 重申劃選區之後 就說 其實呢 我想問一下 其實 就是 我是這樣覺得 就是 一向華人都是投開這個 就是 叫做 反對黨 但其實這次呢 其實大馬贏 是因為 說真的 是無人投 因為馬哈迪呢 他又擁有一班 上一代 因為 80年代 90年代 經濟起飛 因為他 做手上而得益的一班 沒有人 到了現在呢 到了現在呢 馬哈迪 站過去反對黨那邊 叫他們一齊來對抗這個 貪污腐敗的 政黨呢 對他們來說是非常大的吸引力 來的 所以在 我們大馬 西海岸這裡 有總共六個州 全部都 變天 所以 但是東馬 是 為什麼會 什麼呢 就是這個 呃 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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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那些地方 都是 這個 各鎮的地方 是不是 東馬 比較 發展 沒有那麼好 不是 那些人 無人多 當然是 但是發展沒有那麼好呢 所以那些人就沒有那麼 接收資訊 或者就沒有那麼開明呢 這個 這個 沙巴 和這個沙拉瓦 是不是 他們那邊呢 發展 經濟發展是比較差一點 如果跟西馬來比 但是他們那裡的 天然資源 就比較多 所以 但是你開發這些 這些大型的事情 大型的計劃 一定要有政府的幫忙 所以 反對黨這邊就 講很多 一些理念型的 比如這個貪污腐敗 這個 人民生活相當之貧困 有了這個消息的朋友 對他們來說 這些這樣的議題 他們不太關心 因為他們 他們的生活都比較 不需要用到太多錢 我知道 只是香港公屋居民 是不是這樣說 但是他們很有錢的 他們很有錢的 就是 我以前很多同學都是 東馬來的 古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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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在那邊 或是 紙瓦 那些地方 他們他們 他們就是 我的同學在家裡 就開 這些 搞這些 油 就是 鍾櫚樹的油 就是炸油 對 是 我有一些同學就是這樣 他們 是 比較富裕 所以其實他們對政治的關心是十分少的 還有馬來西亞是一國兩制的 西馬人是不可以去東馬做工的 不是不可以去做工是要申請簽證 但是倒轉是很容易的 倒轉東馬人去做多一點 那邊東馬是比較保護主義的 他們一向是很寄西馬的人去發展商業 怕被我們認識 但是你的工作簽證都很難申請 我有一個朋友,南方就是Binduru人 他老婆就是西馬人 但是他嫁了過去,左批右批才讓他拿到工作簽證 還有他們好像說西馬人去東馬是不是也要帶護照簽證 是,不可以逗留超過三個月 是,是,很奇怪他們就 一個兩制 因為兩邊的經濟發展程度不一樣 那他保護東馬也是合理的 因為東馬人可以去西馬打工的,我的理解就是 就是不需要,什麼差都不用 是,什麼都不用 是,是倒轉才要 但是西馬的人不會反抗,不會抗染 不會的,不會的 因為其實就 他們是有一個incentive,要各國家完整 其實東馬分裂出去不難的 如果是要分裂出去的 因為其實都沒有陸地連接的 還有他旁邊是有一個,就是東馬 印尼是嗎? 有印尼和有婆羅乃 文內 我講錯了,婆羅乃 她婆羅乃本身也很有錢的 還有他們那些人基本上是同民同種 沒錯 所以 東馬人是比較適合文內人 其實我感覺他們是比較 他們很不喜歡KL的人 為什麼呢? 我的理解就是他們很討厭KL的人 為什麼呢? 就是他們覺得KL的人很snobbish 就是很有錢 因為其實那個殖民地 這個也是殖民地遺留下來的問題 他的發展重心都是在馬來半島 就不是在東馬那邊 就是西馬 就是馬來半島 就是新加坡 是做一個商壺 然後商壺的附地就是 就是西馬 就是馬六甲 東馬就是做他們的 叫做什麼 就是那些資源 天然資源 好像那些油 那些東西 就是以前殖民地年代 都開始種這些 叫做 也是棕類那些東西 所以其實 我看到那些 東馬人說 他就說 哎呀不要變了 如果這樣好像變成西馬那麼亂 我不明白他亂的意思是什麼 就是他 可能會覺得西馬的人 就會比較 正一點 東馬的人就單純一點 就是我這樣看 但是沒有人說會搞什麼東馬 西馬獨立運動 分離主義 其實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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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本身也是一個聯邦 其實那個制度是鬆散的 就是他 他要拆出來 就是表面上看是不容易 但是一定會有 就是如果那個關係 處理得不好 一定會有離心力的 這些就是 沒錯 就是像香港那樣 其實香港就是大陸做得不好的 很肯定 如果大陸做得好好的話 沒有人說港獨 就是這些 林記這些是沒有市場 如果大陸做得好 我也覺得 其實林記這些人 不是他怎樣 是大陸做得不好 是大陸做得不好 如果大陸做得不好 如果大陸做好一點 就不會了 就是說真的 但是有時候呢 香港人就over了 有時候我又覺得 就是 有時候又是 好像這些蘋果日報 那些 又貌似又說話 又不是很公道的 真心地說 那很難完全持平的一個人 就是你 心都要抹在一邊 就是公道的說 那沒有辦法的 有時候 就是你肥佬黎那些 他根本就是 一定要賣子 一定要挑起矛盾 那你那個文字還沒開的時候 你看到這些東西 你就會覺得 哇 蘋果禮說的 才是100%真理 嗯 就是他是信神 造神 和一個信神運動 是宗教來的 沒得說的 那大馬華人 應該是比較 這個政治智慧 就這樣看 那一定 你被人壓迫了這麼久 是吧 就是馬來近 應該幾代人 都是受壓迫的人 最少有兩代 是啊 就是痛還是思痛 是不會再 不會再 不會再 大起頭那些 那些傻的東西 就是 不會說 認屎認屁 又說 以前仇敵合作 那些蠢的東西 不會做 是 有人提出這樣的說法 但是 更加大部分的人 會 要 是是是 聽不到了 是 才可以有 這次大奇跡日 哦 嗯 嗯 我看直播 這件事直播的時候 因為大馬這裡的傳媒 那些幕後老闆都是 親國人政府的多 嗯 但是我看他們 直線的工作人員 昨天 報導 報導時候 那些神態呢 非常的興奮 因為他們已經收到那些消息 那些報告說 哪些反對黨已經贏了 他們掩存不了那些興奮的表情 是 你看到他們 是 即使他們在這個 你可以說是建制傳媒 裡面工作的人 也都有一顆 浮反的一心 你沒有辦法的 我看到真的很感動 太多人有這個 萬眾一心 我可以總結一句 所有人都大 愛大馬多 愛私怨 跟香港那些不同 啊 這句話 都是為私怨 而且很自傲 但是香港 沒辦法的 因為香港的情況 其實就是 其實他們反對那些人 知道他們永遠都不可能執政 啊 沒錯 其實這個是 香港問題的經濟所在 而且被愛之處 其實都是被愛之處 因為其實他們現在的議會架構 其實他們只是可以在裡面亂廢 還有 所以他們就希望永遠分裂 只有永遠分裂 他們才可以繼續生存 或者永遠有矛盾 甚至是仇 就是永遠有仇恨 就是有些事情 就是 有些事情 就是他把共產黨的體體 就是跟大陸人一樣的 這些事情其實也是不合理的 但是沒有辦法 就是 媒體 就是所謂民主的大埔 他已經經常買這套東西的 那沒辦法的 因為 就是香港那個形勢 就跟馬來西亞那個有好 就是很不同 馬來西亞其實 是真普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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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馬來西亞的反對黨 是真的有可能會去執政 就是如果你看那個架構 這個純粹是數學問題來的 就是說真的 就是好像我看到 Berry哥 他就說 就是他就笑 戴耀廷 戴耀廷就說 其實香港是不可能的 就是好像馬來西亞這樣變天 戴耀廷是說事實的 其實是不可能的 就是這個 這個有沒有可能是數學的問題 因為你香港是根本上一定不夠票的 你怎麼做都好 你只可以增大你的話語權 但是你永遠都沒有執政的一天 其實是那個架構 本身設計了出來 你已經沒有可能執政 而且我聽一些 網台節目說 其實這個比例代表制 是加速了泛民分裂的 就是他永遠拿著自己的 那他就可以選到 所以其實他是不斷要鞏固 就是好像我們現在經常說 百分之十五 就是其實那幫人 就是一幫我們所謂叫做 噁心的政棍 那他們就不斷在 只可以在百分之十五那裡搶 其實這個這個理論 我們在我們的節目已經講過幾次 真的嗎 就是我們已經講過幾次 就是他們不是說一套東西是大眾要接受 所以是個個都做小眾議題 而沒有一個大議題是聚賭人 每一個人都是做一塊仔 但實際上那個 反對派是完全沒有一個大議題 以前都有的 以前就說我要真普選 其實佔中之後 其實是沒有了 是沒有了一個大議題 其實每個人現在都是做小議題 就算民主黨 他們覺得一地兩檢是大議題 社長 你知道嗎 他們經常這樣說嗎 對不起 一地兩檢對他們可能是大議題 但是對香港市民不是一個大議題 就是你是聚不到大部分的人 其實一地兩檢是 大部分人的想法 是好像馬時亨的想法一樣 其實馬時亨是說了大部分人的心聲出來 我不是插馬時亨 只不過他說得不好看而已 他怎麼說都好 你不要阻礙地球轉 香港人就是這樣 香港人從來都是 你不要阻礙地球轉 你上巴士不要太慢 上地鐵不要太慢 下車不要太慢 不然就阻礙地球轉 他秒救你 香港人整體香港人都是這樣的 不要阻礙人搵食 你阻礙人搵食 就是誓是假的 最大的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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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今天翻查這個紀錄 這個陳淑莊就哭了 但是其實呢 他前一屆 他上一屆沒有選不到 前一屆 他有投這個議題 一對兩檢是投贊成票的 那其實呢 我就不太明白為什麼他 就是 心態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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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立場可以轉變 就是說真的 我不是 這些不應該 嚴厲鞭撻他 說真的 他那個人成長了 應該是成熟一點的 但是他就倒轉了 反老還童 你越腦越弱智 那沒辦法 沒有人幫到他 有人選他 其實我覺得他前一屆 反而是 怎麼說 直路一點 正常 正常 而現在呢 有哭啊 就是 就是給人感覺 沒有 其實這件事就是葉普城寨做出來的 因為葉普城寨現在好像是做了 民主陣營的其中一個主流聲音 那他們很自然的 就是聽到主流聲音說什麼 他們就做什麼 就是那些 但是事實上 事實上這個不是主流聲音啊 他是 他是 網上的主流聲音 他是心亡和網上的主流聲音 但是 或者他的Facebook page的主流聲音 是的 但是在社會上不是 因為他們沒有接觸社會上的人 就是 這個是 不一樣的 就是有很多人 有很多人在我們留言 就說 我們離了地 什麼都不知道 這樣 喂 這件事 我可以很肯定 不是我們 就是很說真的 我們說話是很貼地的 是非常認真的 就是 他們那些人 可能根本上網都上瘋 又上到晚 那他就覺得我們說話離地 他就覺得 只有網上的議論 才是在地的 但是那個實際情況 不是 實際情況是網上的 而且不適合他聽 不適合他聽 就離地 就是這麼簡單 網上的生態 和現實的生態 是有一段很大的距離 到現在都是 雖然很多人買東西 各方面都是 銀行 交易 那些都是 股票交易都是網上做的 但是 一個人真正在社會上表達的意見 網上真正反映出來的 是很少的 因為有大部分人 是不發聲的 無緣無故 怎麼會發聲呢 說真的 我在Facebook 或者賺錢 賺錢 賺錢的話 你的Facebook也不會亂發聲 老實說 如果你在大陸有些生意 不會 你的Facebook我不會說 我天滅中共 如果你寫天滅中共 你大陸的生意沒事的話 其實 就告訴我 兩樣東西 兩個可能性 一就是共產黨是非常寬容的 是完全不怕任何反對聲音 究竟這個是不是 是不是真的呢 你們自己想 第二個可能性 劉曉波證實了這個是不是真的 第二個可能性 就是 你是幫中共做事 就是這麼簡單 只有兩個可能性 所以上一集有人說我們 私願罵這個亨利 其實 都是我們一個疑問 這個 就是有些教職人員 就經常被人教 又做不到藥 就是 早前有一個 不知道叫做王衛國 又做不到藥 那 為什麼他做不到藥 你亨利什麼事都沒有呢 還慢慢做節目的 不是說幾句話的 所以 大家都是要好好想想這些人 是吧 我們不是 妄意猜測 但是 我們是 看到一些側面的證據 有合理的懷疑 有合理的懷疑 還有 就是 你大陸有很多生意 然後周圍跟別人說 你經常出來寫運 不是 是吧 是啊 是啊 就是 完全 他那些生意還是什麼 還是 還是 還是跟那些 娛樂事不有關 大哥 不是 純粹娛樂 我講的其他人就是 有好些人就是幫國企做事 是啊 沒事的 寫寫滅中共 是啊 沒事的 真的是 你真的 你是不是真的有這麼厲害 你有獨特的技能可以 扯到這幫人 你要講貼別中共 別人都不會理你 你說貼別中共 是不是真的這麼厲害 我不相信 今天節目差不多了 慶祝一下大琪車 去開心一下 還有一句 多謝超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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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先生 好厲害 好 拜拜 拜拜